爱家全球1911一键报警智能安防 限时特价3.99每月 赠送价值179美金 高清无线摄像头 室内外双用 小巧身形 强大性能 智慧谈家 关于中美航班的问题 又传来个好消息 近日美国交通部批准了 美国东方航空 Eastern Airlines 纽约肯尼迪至上海浦东 每周四班的客机航班申请 这意味着往返美中的直航航线 有望进一步扩容 根据中国民航资源网的报道 美国交通部于26号 批准了美国东方航空 纽约肯尼迪至上海浦东的航线申请 批准中 交通部要求美国东方航空 必须在90天内执行航班 一旦超过期限 此次批准将会失效 据悉该航班的执行 还需要得到中国民航局的批准 不过 中方展规公布该航线的相关消息 但是先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曾面对广大海外记者表示 针对中美双方 将于何时增加客运航线数量的问题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 本着灵活务实的态度 推动增加航班 所以从这个表态来看 中方应该不会对 美国东方航空的增航要求 提出反对意见 当然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这个所谓的美国东方航空是个什么公司 和中国东方航空有什么关系吗 和美国三大航司 美联航 美国航空 以及达美航空比 是个怎样的规模呢 资料显示 美国东方航空最早成立于1926年 曾经为美国四大航司之一 但几经变更之后 目前更多的以包机公司的形式存在 曾经该航司还用过 Dynamic Airways的名称 并且还直飞过南昌至洛杉矶等 中美跨国航线的包机业务 此前 美国东方航空于2022年的10月27号 向交通部提交纽约肯尼迪至上海浦东 每周四班客运航班的申请及相关运营豁免 按照当时的计划 美国东方航空将于2022年的11月起开始执行 初期班次为每周两班 预计在2023年4月左右增加至每周四班 初期该航班往返均需要在阿拉斯加州的 安克雷奇与韩国首尔技术京庭 后期计划取消在首尔的京庭 改为纽约至安克雷奇至上海 交通部在收到申请后 要求直飞中美航线的美国三大航 就此发表看法 美国三大航在给交通部的回复中 均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但也提出了一些疑问 建议暂缓批准 好事多磨 近期美国东方航空终于得到了交通部的正式批复 数据显示 目前美国东方航空机队共计12架飞机 包括波音767和波音77机飞机 当然有记者查询了美国东方航空的官网 目前网站显示 该航空公司仅拥有往返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名各的航班 还看不到即将开通的纽约至上海的航线 所以也同样无法查询该航班的价格 以及采用哪种机型来直飞 目前中美间直航航班为每周24个往返航班 中方及美方航司各12个 与疫情前依旧相距甚远 在疫情前 中美之间每周的直飞航班量超过了300万 目前的航班量还不到疫情前的十分之一 大量旅客往返中美还需要通过中转 如果本次美国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线顺利开通 每周四个班次能够顺利营运 那依照对等原则 或许中国航司也将有机会开通四班直飞航线 当然具体由哪家航空公司直飞 目前小编也不得而知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